俄罗斯的胜利日一如既往的举行 士兵们排着队整齐的阵容 从普京和普京周围的那些参加过二战的那些老英雄的身边走过 来看个场面 你看这视频 看见没有 天下雪了吧 看见没有 这女兵穿的这么少 看见没有 她们挺着腰板 排着队 然后呢 仰着下了磕 从这走过 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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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当看到这种场面的时候 都是不免激动 听到这种乌拉的声音 我觉得与其说这是在宣誓 不如说是在示威 与其说示威 不如说是向普京总统的最新的任期表示祝贺 与其说是向普京总统最新的任期表示祝贺 不如说不如说这是在教会儿 教会儿咱们通俗的理解 孟茜茫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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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茫 老太太都会这个 这个 这是咱们老百姓的理解 但是在这说教会儿啊 我觉得实际上是在呼唤俄罗斯的灵魂 请问今天俄罗斯的灵魂是什么呀 有人说东正教啊 如果你这么说 那我问你乌克兰的宗教信仰是什么 乌克兰宗教信仰也是东正教 乌克兰民族也是斯拉夫民族 你从东正教或者从他的民族性角度 那个俄罗斯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必要打仗啊 那今天俄罗斯这个国家 俄罗斯联邦这个国家 他的灵魂是什么呀 是民主人权自由宪政普世价值 是吗 那是人家西方标榜的 西方也不是搞这套 那是人家喊出的口号 今天俄罗斯之所以殊死搏斗 以一国之力抗击三十几国 捍卫的是俄罗斯的国家 俄罗斯的人民 俄罗斯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 那我请问 能够把俄罗斯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 凝聚在一起的那个魂是什么呢 注意啊 汉语发音在这说魂有不尊敬的意思 那个灵魂是什么呢 不错 美国西方在胜利日那天也举行活动 只不过纪念的内容和俄罗斯不大相同 俄罗斯纪念的是二战的正史 而美西方纪念的是按照美国人篡改之后的 美国人政治理念改造过后的 二战的为史 驻北约史团就说在欧洲胜利日 在每天我们都铭记那些为捍卫自由人权和法治的共同价值观而战的美国和同盟国士兵 苏联士兵哪去了 不提了 当然为二战圈区的美国士兵固然是值得纪念的那些士兵的精神和勇敢 永垂不朽 但是今天美西方政客把俄罗斯排除在二战胜利一方的范围 美西方政客玩弄这些概念 对于包括美国死难者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羞辱 二战美国死了多少人呢 有两种说法 死了大概三万名美国士兵 这是一种说法 死了四十万人是第二种说法 其他的五种说法很多 介于三万人到四十万人之间 二战当中 苏联士兵直接在前线战死就高达二百六十万 死伤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竟然接近苏联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三点八八 苏联在卫国战争当中因为战争导致人口减少两千七百多万人 就是说作为二战的西方主战场 苏联战场上取得的胜利为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彻底打破了德国不可战胜的神话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战后国际秩序的确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苏联军民在伟大的统帅斯大林的领导之下 以大无畏的牺牲和爱国主义精神 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作业 捍卫了世界和平与正义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看第三帝国的新王 后来喜欢看苏联关于二战技术的那些片子书籍 知道吗 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一共打了多少天 一共打了多少时间 1418天 1418 半岁了1945年5月9号 红场胜大胜利日阅兵画面 画上句号 战争给苏联造成了2700万军民的伤亡 6750亿卢布的经济损失 1700多个城镇 7000多个村庄 遭受损失 3万多家企业被毁掉 苏联为战胜德国法西斯付出的高昂的代价 为同盟国的军事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苏联红军为世界和平做出的巨大贡献 全世界都应当铭记 但是美国人不承认 美国人说都是老子打的 是 美国人是下场了 美国人是第二次大战打响之后 美国人瞧这两边 打得差不多的时候 自己才站出来 扮演一个角色给虚弱的对手 以致命的一击 中国人 我说的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 抗日战争 中国打得那么艰难 但是日本人 相交钢铁一类的战略物资 源源不断 谁给他运来的 是美国人 美国人源源不断的输送给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些军援物资 直到珍珠港战役之后 美国人才停止了下日本人的输血 两次大战 美国在本土以外赚的波满盆满 欧洲人打成什么样 打残了打废了 打成一片废墟了 经济崩溃了 后来美国人玩一个鞋的 知道吗 有个专用的词叫智力赔偿 就是你德国所有的科学家 德国所有的技术 德国所有的专利 包括日本关东军 这次哈尔滨旅游现在成为热点 网红打卡点的 日本731部队细菌部队 在中国用人体实验获得的细菌战 生物战的全部数据 都被美国人拿去了 今天美国人用意识形态战法 又获取了二战的主要功绩 毫无羞耻的把苏联的军功章 别在自己的胸前还走两步 今天的欧洲人在美国人的胁迫之下 不敢证实真实的历史 他们用欧洲日取代胜利日 泽连斯基更是斗 他统治之下的乌克兰 5月9号不是胜利日的庆祝 泽连斯基签署的法令 5月9号是欧洲日 知道吗 当年的乌克兰人民 也包括泽连斯基的祖父呢 一辈的家庭成员 和其他的俄罗斯人一道 在斯大林元帅的统帅之下 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 把胜利的旗帜插到了柏林 回头再看广场阅兵吧 俄罗斯总统弗达基米尔普京 周围坐的都是传奇中的英雄 海军上校尤金克罗帕特克夫 他参加了1945年的胜利大阅兵 受到过斯大林的检阅 他老人家今年已经过了100岁 坐在普京左手边的这位 是女狙击手阿里山大阿里奥斯 他是1941年战争爆发的时候 他才17岁 他自己不仅在前线举杀了不少敌人 而且为前线培训了20多名狙击手 他老人家今年也100岁了 还有同样穿着海军制服的 黑海舰队海军步兵第810旅的 著名红书包 他就是在马里乌波尔战役当中 表现出色的那位 还有红书包边上的是 琴弦和阿里奥莎车组 这些细节多给两个镜头 大家看清楚 为什么要这么安排 为什么要刻意强调这个细节 为的是继承伟大的苏联红军的传统 为的是打起精气神 继承社会主义的道统 我再多说两句 今天的俄罗斯当然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但是二战胜利的旗帜与社会主义的苏联 仅仅联系在一起 伟大的共同的约定 苏维亚社会主义的理想 鼓舞着今天的俄罗斯人 曾经一度 苏联把社会主义这个魂丢了 于是整个国家昏不复体了 以至于就分裂成15个不同的国家了 应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起 俄乌战争就埋下了种子 既然不搞社会主义了 那我们为什么还弄这么大一个国家 没有约定了 你说了不算了 社会主义理想没了 泽连斯基 这个乌克兰的不孝子孙 泽连斯基 这个斯拉夫民族的不孝子孙 泽连斯基 这个背叛他祖父理想的政治叛徒 他是乌克兰的体内生出来的油大魔性 心甘情愿的给美国人当马仔 结论是两条 一 历史不容篡改 二 今天的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 延续的是当年的历史 好了 感谢收看今天们 下期见